花雕雞是广东料理的经典名菜 不过现在台湾也能吃到最道地的花雕雞 在台南安平 这是一家粤菜餐厅 老板娘曾经在广东的珠海住过了十年 回到台湾之后 她完整复刻了最正宗的花雕雞三吃 首先她特别选用跑山鸡腿肉 第一吃用花雕酒来焖煮 焖出来的鸡肉口感非常的弹嫩 第二吃放入半条 吸收了汤汁完全滷透 最后的第三吃 则是加入鲜美的鸡膏汤 还有火锅料 多重口感充分满足了韬客的味蕾 鸡肉很新鲜 口感还不错 炒得就不错吃了 它的口感很香很香 花雕雞跟别家不一样都很入味 然后也不会过咸也不会过甜 就是口味蛮适中的 然后鸡也不会太硬或是太老 蛮Q的 我觉得花雕鸡要加板条鸡 然后比较好吃 来到安平这家花雕鸡 满市的酒香深深挑逗着食欲 满座的客人 几乎是冲着这一位而来 之前住在珠海有在广东吃过 它这边确实是还蛮道地的 跟外面一般的不太一样 吃完之后嘴巴还有那种花雕的香味 花雕鸡也是很不错吃 我们吃它的口感应该是放山鸡 吃起来那个肉比较Q 比较弹 不是第一次来喔 我们是带朋友来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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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一致称赞的花雕鸡 出自老板娘高益晴 她曾经陪经商的老公 到珠海住过十年 街房里飘着的花雕酒香 最让她印象深刻 花雕鸡有 其实我们在那边 它是很有特色的一道料理 就是它出来的鸡肉 然后让你一边吃一边煮 加东西下去煮 就有一次我妹妹去找我玩 然后她觉得这一道料理不错 然后她回来台湾也没有工作 所以她就想说 看我能不能带她去学 花雕鸡的料理 就这样子带她去夏美 我们开车开了九个小时 不远千里拜师学义 学成这道迷派 美味从选料开始 花雕鸡选用的鸡肉炒三鸡 基本上都是搭配黑乳鸡 或者是红乳 我们一定要用公鸡 公鸡它肉质比较Q 然后它不会那么柔 就是鸡肉如果太油 吃起来口感不好 加入自制花雕酱和米酒腌制 更衬托肉质鲜美 鸡肉腌制基本上就是让它入味 然后让它里面的肉质 会比较嫩 酱料它有盐分 它会去腌制到 让它的蛋白质融化 明显就是锁定它的水分 增加水分 比较不会直接下去炒的时候 鸡肉是干柴的 高益勤说炒花雕鸡有点难搞 许多美咖要注意 不然整锅就爆销了 鸡肉一定要撇着热锅 这样子炒的时候鸡肉才会 它皮最主要是先锁住它的水分 下热锅锁锁住水分 然后在煎煮的过程让它的皮的油脂释放出来 这样子皮才会Q弹 再加水烹煮收汁 彻底释放鸡肉胶质 出餐前搭配新香料 再淋花雕酒焖煮入味 旧式广东名菜花雕鸡 第一吃是品尝弹嫩的鸡肉 咸香伴随方醇酒香 第二吃则是放入板条 和鸡肉一起滷透 吸饱汤汁精华 收尾的第三吃 加入鸡高汤和火锅料 变成花雕鸡火锅 口感丰富多重 鸡肉因为我很Q 硬 我喜欢吃肉质硬一点的 然后Q 好吃 又它的味道很到位 口感非常够味 而且它第一吃就干枝花雕的部分 鸡肉很弹口 而且不会说像外面一般那种肉 就是踩一踩的 那加到第二吃之后那个板条 那个板条更入味了 然后很好下饭这样子 味道也是很顺口 而且就是它加了一些火锅料 在里面吃了之后 让你就是跟别间比较起来 这边就是真的味道比较道地一点 当年举家从珠海返台 高益勤原本一直是家庭主妇 但在家久了总会担心和社会脱节 让它横向重返之场创造自己的价值 真的不要闲闲待在家 我觉得一边学东西 第一个你接触人 然后再来跟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沟通 这些其实多多少少会让我们学到很多 就是你待在家里是学不到的东西 在保险业磨练两年后 他就来安平经营餐厅 做客在珠海常吃的美食 像是猪谷堡 沿用广式做法 大骨汤里加黄豆山药汤 为了调它汤头里面的浓郁度 还有那种乳香味 它有两种不同口味 我觉得这个比较浓郁比较 我个人比较喜欢 用天然食材费时慢炖 澳门驻古堡 乳白汤头有满满精华 浓郁不腻口 还能品尝大骨骨髓鲜美不腥 把精髓都弄出来了 真的 不然从新竹做高铁下来的 要捡 真的吗 新竹 对啊 新竹 很浓郁很好喝 有骨髓之外 像我们有些年长的人吃了骨头会比较好 补钙那些 餐厅营运上了轨道 高益勤也坚持每年飞一趟珠海 带回几样新元素 像是少见的开胃菜 云海惊险 基本上它是一个养真汤 那养真汤的话 再加上干冰的云雾 我为什么会做这一道是 希望大家看到它是可以感觉 是有疗愈的感觉 吃饭之前然后稍微疗愈一下心情 让清零可以静通一下这样子 给人云雾缭绕的效果 云海惊险 一上桌就让人眼睛一亮 干冰下藏着满满淡水险 滋味鲜寒美丽又美味 就刚出来的时候看到干冰的时候 就是很疗愈 对 就吃了就让整个心情都会变很好 它也蛮特别的 它不像外面一般就是像清汤这样 它有多加了花椒 然后整个精华都在里面 然后喝起来真的是很营养口味也很好这样 冰封糖软壳蟹也是每桌必点的道地粤菜 连和带肉都能品尝 吞香酥脆 蒜香化口 让人爱不适口 经营餐厅转眼七年 只要客人吃得满足 就能给高益晴成就感 它会持续用心打拼 让每个来店的客人 都能在花雕酒箱里回味无穷 欢迎回到北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品尝的是 老师傅的经典秋楼菜 位在台南赤坎楼附近 有一家台菜餐厅 七十多岁的老师傅叫做阿图师 从小就跟着台菜师傅学手艺 像这道非常费工的古早味南进鸡 进过了油炸 卤制 最后还要焖煮 鸡肉不仅入味 几乎是轻轻一夹 就能够骨肉分离 而且吃起来软但是不会烂 另外一道无柳居石斑鱼 鱼肉经过了油炸之后 轻轻把肉汁给锁住 再淋上黑木耳还有酸菜勾芡 鱼肉充满了满满的胶质 吃起来鲜美 坦嫩 蹲上做的料理每一道都是经典 坐过 坐过 头鱼鱼鱼鱼上来 不好意思 这个电影明星来 被称作老台菜活字典的 阿托塞 无火图 手作的美味令人难忘 有外观看似烘淡的酒量菜 炸醋虾 还有肉汁鲜美的南进鸡 而早期大户人家 过年过节才会有的阿舍菜 无柳汁 石斑鱼 这桌美味不仅让老客人怀念 还吸引许多政商名流前来回味 拿鍋鏟超過半世紀的阿偷塞 是台南知名台菜餐廳 阿霞飯店創辦人吳錦霞的堂弟 他的菜結合酒家菜和福州菜 招牌的南靜雞 就是來自福建南靜的菜肴 以前是板桌 以前這個樓梯是很香 現在這個樓梯怎麼已經是團 它的特別就是要炸 要滷 要蒸 過程繁瑣的南靜雞 是早年祖先仇神拜拜 所流傳下來的生活智慧 祭祀後將雞肉再次調理 就成了另一道嶄新的菜色 而雞肉經過又炸又滷 其實還有個用意 阿偷塞的拿手好菜 南靜雞 連同蔥 蒜 普里 香菇和蠔油 一桶油炸蒸滷 味道特別鮮香 酥炸後的雞肉緊緊鎖住肉汁 雞腿肉外皮柔軟 肉質細嫩不乾柴 還充滿著油潤的雞汁精華 是客人美來必點的好菜 因為它的雞跟它的處理的過程 是真的很繁雜 甜甜的 鹹鹹的 可是一吃起來會覺得每一吃都有味道的時候 就嚼起來就很回味